打脸陈建仁的这个说法 等于是一个高风险的可能性 有没有打脸自家前副总统 实在是不好说 因为陈时中做了这个宣布 居家隔离自主防疫 居家检疫的对象 使用家用新型冠状病毒 抗原快筛试剂检验阳性 且经医事人员确认 那极为确诊 陈建仁六号在脸书发文 自己前天就告诉他的秘书 三个条件快筛就可替代确诊 颇有神预言的意味 可是明明陈时中才说 大部分国家会在疫情下坡段 才会开始来做 没想到高峰还没到 就先打脸自己 而且一宣布就立马执行 让身为第一线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脸上三条线 我猜昨天那个命令一发出来 一定被所有的医院实际工作人骂关了 所以应该今天他们会再 回去再讨论 看要怎么善后 你要命令出来 我们看完也是三条线 因为他在一周前 就已经喊话快筛杨士同确诊了 当时向来温和的官位大佬 前副总统陈建仁 难得重炮开呛 柯文哲不懂流行病学 要回去好好读书 其实书大家都有念 不过是这样 有时候书念的跟书上还是 有执行上的困难 毛头锁定柯文哲这个前副总统教训台北市长还引发话题转移不少疫情焦点 由于陈建仁被视为是民进党年底台北市长的活旗之一 也被视为是为年底选战适水温 柯文哲的下一个阶段一定是选总统了 这个没有疑问 那除非陈建仁想要选总统 否则陈建仁的这一次攻击 反而目标是陈时中 果不其然你看到两天之后 陈时中马上就打脸陈建仁 陈建仁的辈分不是很高 为什么陈时中敢打他 那就表示双方的立场其实有很大的落差 那自然是因为台北市长的关系 陈建仁态度强硬起来 是为了参选2022北市长 还是为2024总统路铺路 恐怕都必须要由他好好来说清楚 记者石文贤 严承轩台北报道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